不分的來去介紹 當然我們說禪定啊什麼來講的 因為我在猜可能講禪定 我發現我們組織大學跟我說的差不多一樣 為什麼我們所謂的禪定是 剛進入禁律的時候呢 它會叫什麼就叫禪嘛 禪定了 當然嘛 剛進入是不是就是出禪定嘛 可是它不斷的修 它就叫無色定了嘛 那我們所謂的定是什麼 是專注一致 當然禪定無色定都屬於是三摩地 都屬於是定 都屬於是子這個地方 但是禪定不能涵蓋到所有的定 禪定也不是無色定嘛 禪定就只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嘛 從出禪定 二禪定 三禪定 四禪定 四禪定是什麼 是對峙了三禪定的煩惱 而對峙了四禪定的煩惱 它升起了什麼 它升起了是無色定了 無色定升起了 無色定的四禪 四禪 我們到後面就會跟大家講 它有它個別的名稱 看大家你看我們說 從出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這個地方是不是它都是從 支分上從區分了 它從嘴巴上講 可是你看我們後面我們比較常聽到的說什麼 無所想跟非想 非非想 是不是它不是從支分分了 這是從什麼 從所緣了嘛 無所緣 非想 非非想所緣 這是它在講它的從有緣的角度而去分出 而不是說什麼 而不是從它的支分了 為什麼 因為從四成的無色天來講的話 它的支分完全沒有差別 它就只有三個支分 的角度或是從支分來講 它它比下下界為 為蘇聖 那 它可以 上上界比下下界 蘇聖的是什麼 是從它的所緣的 為它來講 我們說什麼呢 它剛開始的話 我們說 我們說它四禪的話 它的也講說什麼 一個一般的名詞什麼是 我們說是 是 騙虛空嘛 它所謂的騙虛空界 一個是什麼 騙世界 我們不是這個世界的事 是心事的事 和第三層是無所作念的 和第四層是什麼 是它講非想非非想 或者講有頂也好 或者非想非 一樣的 那 第一個開始想是什麼 是 它說 這個世界上來講 它所觀想是什麼呢 它已經不做意了 它最後是什麼 就是 安卓瑜說什麼 好像是那種 虛空是騙不於一切的 那什麼 這個虛空不是講天空 它不是 很多人說什麼 我身體定的時候 看到那個 藍色的天空 什麼雲 那個 那個不是那個 無色界所在講的 騙虛空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虛空是什麼 是好像無所阻礙 無所遮止的 這樣子的 這個境界 來去做的 而什麼 騙世的 這個是什麼 我這個心事 好像就是在這個 只剩下這個心事 在做專念的 那第三層是什麼 是無所專念 幾乎是什麼 什麼都不做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說這個 這幾個長壽天 在這個說什麼 是不是 這叫做什麼 我們這個所謂的無色界當中 就是變成說什麼 這叫做所謂的 八五俠當中 所謂的長壽天 因為它除了虛空 除了心事 無所作念 跟非想非非想 這個來講的話 它不做意 這個等於說 坐在那邊 它就是安住在這個地方 來講的話 它為了不要擾亂 自己的禪定 它就安住在這個地方 這是上千億年的那種來講的話 它根本不動 就是在這個 就是停留在這邊來講的話 所以它怎麼這樣 這叫無俠 為什麼 雖然它是一個長壽的天 在無色界 已經有子官了 已經有子官雙慾了 我們還講它是 八五俠的其中一個 無俠的在這個 因為它的不做念 心事在不動了 它順便跟大家講說 那我們想講說 非想非非想 非想非非想 比那個 無所作念還更為 不動 為什麼它講非想非非想 為什麼 無所作念的時候 它還是什麼是 初分的 想 初分的心事 沒有在做那 可是它還是有一個 細微的心事 還會在動 在非想非非想的意思是什麼是 就好像 好像有 有心事 又好像沒有心事一樣 又好像有 又好像沒有了 一個是 無所作念是 不作念的這個心事還存在 那 非想非非想的時候 它什麼 非想 是什麼是 那 非想沒有 初分的想了嗎 那個心事可以被察覺 已經幾乎 連心事都被察覺 可是又什麼呢 又不是沒有 非非想 又不是沒有心事 又是心事在存在 所以我們中文就把它取為叫 非想 非非想 就是 又沒有心事 又有心事嗎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 講說 有頂的話 什麼是 三界的最頂端 才叫做有頂天 所以是不是 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從 騙虛空 騙心事 無所作念 以及非想非非想 它說什麼 是從所緣上面的 從所緣上面而去做區分 不用從之分的 所以我們剛剛 在講 禪定正行的定義 是不是它說什麼 是 由 之分 以及所緣二者 以之分 而去超越 下地嗎 那 以無色界的定 我們會說什麼 它是以 之分 跟所緣二者當中 是以所緣之門 而超越了下地的什麼 無色界所屬的 善的 心事 叫什麼 無色界 正行的定義了 是不是在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之分 所緣 之分跟所緣的差距就是 這個關鍵了 這個關鍵 好 那 這個來講的話 它說什麼 乃至第四禪之間 都是一樣的 剛剛講的嘛 從 出殘天陣型 二殘天陣型 四殘天陣型 三殘天陣型 四殘天陣型的定義 都是 都是什麼呢 都是從它所要對峙的 為原 做區分而已 別的來講的話 它的定義都是一模一樣嘛 那 我們上面以上說的 我們是不是說什麼 我們上次有從什麼舉例 我們是不是從什麼 我們說什麼 我們說有分 可以分 可以分 什麼來講的話 我們說 前面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是 因等制嘛 因等制的禪定陣型 還有分什麼 還要分 國等制的 那我們一般 熟悉 或者我們講的說什麼 我們講到禪定陣型 或者 無色定的 無色定的陣型 都在講什麼 我們都是在講說是 因等制的禪定 因等制的禪定 也等於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新式的 我們所生起來的那個禪定 那個來講 那個叫什麼呢 我們叫做 那個叫 因等制的禪定陣型 那 國等制的禪定陣型是什麼呢 是 因為這個禪定所修持 而獲得了什麼呢 而獲得的 一手果 等牛果 等這個 那 一手果是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 想一想我們在 可能在普特曜七里廣論 或別的地方什麼 人的一手果是什麼呢 是不是他的 什麼 他的色身 或者他的喜愛 或者 這個等等來講的話 我們在什麼 一手是什麼 他的受用 等於說他的一手是什麼 是他的受用的意思 是不是 我們 出禪天的陣型 修持而獲得的一手 什麼呢 他周遭的 這個什麼 他所的受用來講的話 他生起來的 這種的 宮殿 長相 等等 這是什麼呢 等於說他的一手了 那 所謂的 等流果是什麼呢 他是不是有說什麼 就像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是不是有說所謂的 感受的 感受的 還有所謂的 受用等流 跟感受的等流 我們在講說什麼 我們 從色類學來講 他是不是說 像殺生 他的等流果是分兩者 一個是什麼是 因為殺生兒後被子 可能是什麼 多病 他有一個什麼 是殺生的緣故 而去愛好殺生 他有這種等流的話 是不是 透由修持 應等制的話 他也會有這樣 同樣的等流果 透由修持 這個的緣故 他什麼呢 他的等流是什麼呢 他可能就愛好修持 禪定 他心靜本來就平靜的 這是什麼呢 他的感果 感受的這個等流 而什麼 他的所造作什麼呢 他本身所受的 他就愛好在於 修持禪定的 他本身就趨向於 愛好在修持這個禪定 或他本身一入定 就可以入很久 等等是什麼 他都是他的等流果 所以在這邊說什麼呢 是 那 與他身 是不是 我們知道說什麼 所謂的 國等制是什麼 是在 別式嘛 別身 修應等制 那我們 是不是也是說什麼 大家 可能看到我們這些 的圖案的話 有沒有看過那個實際班 知道我說 前面以前 以前來講的話 在佛制當中來講的話 佛制也有給一些特例 就是所有的 雖然是同樣為身團 可是有一些的特例 是什麼 他說有一種的話 身重來講 一般不用 也不需要穿 像那個 像汗衫 或者說 可以擦汗的那個來講的 可是什麼呢 有一些人是 因為你看我們 就有一點他說什麼 像 你看有些像我們 像很會流汗 那我不穿汗衫的話 我這個衣服馬上就會濕掉了 他如果有些什麼 他本來就很安乾淨 覺得不喜歡讓人家看到說 好像我衣服就濕掉了 或者乃至說什麼 如果像我們這種 深色的衣服 大家只要看我 在外面常常看我背後 是白白的 那什麼 那都是鹽巴 因為都是流汗的來講的話 那為了不要看到什麼 那佛陀來講 他什麼 王族 跟什麼 從天人而受身的 這些的比丘來講的話 他可以穿汗衫 所以你看我們畫坦卡的時候 這幾個屬於是 在十七班之達裡面 當中有幾個是王族的 或者是從天人 上輩子來天人 他會給他畫有那個 藍色的這種的 的汗衫 和別的來講的話 他們沒有這個汗衫 就是王族 因為什麼 因為他就有 本來從 可能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受的習慣就是 要穿得好一點 或者他就是什麼 你看 如果你剛開始 他出差淡飯 他就不會想出家了嗎 他可能要有 我舉一個例子 真的是在生團 有這樣的特例 像我們自己在上次的 人對式的助詞 Niki 她來講的話 她在一進入寺院的時候 窮男人我們去就跟她講說 你不要跟寺院的人一起吃飯 你也不用做什麼 因為他說 因為你去的話 那個吃的可能太差了 你剛去你可能就打退展星 就不想要出家了 所以他說什麼 你去的時候你就花一點錢 你去請個廚師 幫你煮飯 為什麼 因為Niki他本來就是什麼 他就是 算美國的貴族 他從美國的貴族 就從這樣子來做的時候 他就是已經習慣有人來煮飯 你一遇到寺院 你就開始每天是 出財蛋飯的話 他可能都 還沒有出去 還沒有習慣生團 就已經先說我要離開了 所以這些的王族是什麼 他的穿著上 他會給他一個 汗衫 為什麼 他愛乾淨 他愛美 漂亮愛乾淨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是他本來的燈流 一樣 在什麼 不只是這些王族 還有什麼 從天人投生的 從天人投生的這些比丘 或者沙咪尼 比丘尼來講的話 他們也有這個特例 可以穿著這種的 所謂的這種的 的汗衫 那在這個時候來講的話 都會等於說什麼 他的等流果 跟他的受用果 或者我們這邊來講 他的等流果 跟一手果 是不是 所以他說什麼 與他身中 由修行 因等制的禁律 的一手果 跟等流果 任何一個 是他的一手果也好 修等制的這種 等流果也好 都是什麼呢 我們都叫做 國等制的禁定陣型 當然這比較會 比較少聽到 可是我們在經書上看到 國等制的禁定陣型的話 就在講說什麼 是由 因等制所產生的 這個的一手 或者等流果 可是我們一般聽到 禁定陣型 我們一般聽到禁定陣型 就想到什麼 就是 因等制的禁定陣型 所以他舉的例子說什麼 他說 例如 從販仲天到色究竟天之間的眾生心緒的生理諸法 那什麼來講的話 這個販仲天是什麼 我們 這個來講的話是什麼 它是禁定陣型的 有分十七天 十七層 從販仲天是什麼 是第一層的 初禁天的當中的第一層叫 販仲天 到什麼呢 到 第四禁天的最後一層 叫什麼 我們叫色究竟天 所以這是 是不是 色界的分類 它不是 所有的陣型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邊不是講說所有的陣型 它是講 禁 禁天的 所以它當然會從 初 什麼 為販仲天 一直到最後的 色究竟天的這個十七層 那 我有看過我們中文翻的 色界好像有不同的分類 好像有第十八層 還是什麼 可是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因為這種分類是什麼樣的 在以漢系的經典來講 那總之在印度的 跟藏文的這個經典來講的話 我們說色界是分十七層 或者十七層 它什麼是 初禁天有三層 二禁天有三層 三禁天有三層 四禁天有八層 和四禁天